HELLO 金牌圈的同學大家好 我們來到第27層 上個星期就上了神體科 知道你們是否搞完事 接著我們又重討我們砌機械人的課程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砌這隻機械人 這隻就是M-BOTS的RANGER 但是砌到它這麼完整之前 會有很多步驟 Mr.Amson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不是跟同學砌了一個車架嗎 然後又砌了曲奇餅上去 你記不記得他們的曲奇餅 在砌之前是否平衡 對呀 它的車好像搖搖板一樣 車應該是四個輪子在地下 所以如果有同學上次未砌你的車 記住要把它放在平面上 試一下四個輪子去看看的時候 究竟它們是否平衡 還是三個輪子在地上 有一個輪子在地上 就是搖搖板 對呀 我記得上次的車 有些同學說很快的砌完 大家放在桌上 一塊一塊 然後整個車就飛起來 記不記得了 是不是你那輛 你那輛是不是搖搖板 不要緊的 我們這次不如由早一堂開始 我們砌好車架 然後調節好 然後我們才教砌好曲奇餅 好嗎 事不宜遲 立刻跟大家去做機械人 好了 我們要砌好這隻M-BOT RANGER 一定有很多個步驟要做 如果我們要砌到好像剛才的機械人 我們第一步的車架就要砌得很好 我們怎樣砌得好 就是每個部分都要檢查清楚 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們對孔孔的時候要對得準 其實上次上學的時候 我發覺大家 其實可能對位都對得不太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留意清楚 我們看到有個螺絲位 我們就放進去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要對清楚 是第一個孔 第二個孔 還是原來隔了兩個 那我們要先做好 那我們現在 做一步就是要設定好車 四平八穩 看不看見優Sir放在桌面 按它 是不是沒有動的 按任何一個輪子 它都不會動的 看不看見 是不是很穩陣 我們其實要做到這樣 我們才叫合格 行不行 我會由上一步開始 然後就教大家 好了 我們拿出說明書 我們上次一起砌到第六 和第七格 我們上部影片就講到第六格 我們砌完地下車架之後 我們開始就要放一些輪子進去 是不是 那我們看到了 如果它在後面的話 有兩個輪子 就是放在那個馬達那裡 是不是 那這兩個是什麼 這些是曲奇餅 那我們要選什麼 我們要選62T 62T 即是小一點那個 齒輪 好了 62T有兩款 有一隻就是平曲奇餅 有一隻就是有個凸凸的 我們講過了 那個是with step 我們就要選那個 行不行 好了 我們放了下去 上螺絲 記得它的螺絲 不是剛才用的M4 它是M2.5x12 即是小小粒 很長的 那條才放到下去 上個星期在學校 我看到大家大致上都跟得到 這部我就交給大家做 然後另外 第七幅圖那裡 它就在說 我們要用那個螺絲去上 那用什麼螺絲呢 這次就是M4 25mm 好了 那25mm那個 究竟是什麼呢 那當然是最長那條 那哪個最長呢 優Sir不是說了 之前就是要用盒子去放好嗎 那你會看到的 這行是M4的螺絲 那M4又最短 8mm 10mm 14mm 和25mm 那我們現在就是拿最長那條 行不行 怎樣做 我們首先拿了一個 曲奇餅出來 好了 我們看清楚 曲奇餅 這個就是沒有step的 然後我們就 首先拿第一顆 這個 Couple Brush 就放進去一邊 然後反轉它 另一邊 我們都要這樣放進去 行不行 看不看得到 好了 然後怎樣做呢 我們就把一條 很長的 25mm螺絲 看不見到 這樣放進去 穿過它 咦 有時候銅片 那個會出來 不要緊 先放進去 這樣看不見到 兩邊就夾住了 是不是 好 接著呢 把spacer放進去 我們spacer放進去 看不見到 我們呢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好 剛剛在轉角位 有1 2 3 3點 如果呢 順利的話 你就會好像邱Sir這樣 放進去 看不見到 放進去中間的位置 然後呢 對面呢 原來還有一顆 我們有六角形的 粒絲母 是不是有一個Nutch 那我們怎樣做呢 就是 轉了下去的時候 放粒絲母 按住它 接著呢 就是一路領 領 領 領到實為止 記住記住 不是要用很大力 領到它不動為止 大約呢 領到它盡 不再動就OK了 但你說 有時候呢 裡面粒絲母一起轉 這裡又一起轉 當然不實 那優Sir教過的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用手指頂住 好了 第二個方法呢 我們用工具 什麼工具啊 我們用這個 好了 看不見到 我們用這個呢 就是一個小型的士巴 那我們怎樣做呢 記住 我們呢 目標是不想那顆Nuts動 那我們就要放進去 咦 太小了 入不到 所以我們應該用大那邊 看不見到 好了 我們大那邊 放進去 好了 你會見到的 我如果現在這裡上的時候呢 我向順時針上實 是不是 這樣轉 好 那我轉 看見到它在動 動 不行 不要緊 來到這個位置 它卡住了 再用力一下 咦 上實了 就是這樣了 記住呢 不要硬 對 應該它可以就這樣拿出來 如果它太實了 拿不到 那就不好了 行不行 好了 我們上完一個 那幫我呢 就上了對面第二個 和第三個 那我呢 待會就會上第四個給大家看 現在正在轉 是吧 優sir呢 這裡頂一頂它 它就不動了 來到這裡 還未實了 你看看 是否一起轉 不OK的話呢 優sir呢 剛才教了大家 用這個小工具 好了 放好 按一按 接著呢 上螺絲 一起轉 看見到它 又一起轉 好 夠實了 非常好 好 這部做完 接著做一部很重要的東西 檢查一檢查 看見到 現在呢 是不是有少少搖 好了 放平給大家看 好了 這個就是優sir剛才說過的情況 為什麼它有少少搖 因為你太大力上螺絲的時候 它的車子就會搖 我們呢 輕輕 好了 這邊高了 這邊低了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在調節輪子的時候 就讓它 調節得好 好了 怎麼調節呢 我們剛剛上了這個 這個太高了 那我們這裡 頂鬆一點 好 勢力一點 夠了 接著幫我試一下車 是不是不動了 現在呢 不再動了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呢 就要在這個時間 按住車 按住這裡的輪子 按住 然後呢 我們呢 上實多一次 對了 所以有時候砌車 就要小心一點 要重複做兩次三次才行 知道嗎 好了 你會見到的 現在呢 是不是按它已經不再動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 希望大家可以跟著做 還有做得好 行不行 如果你說不是啊 我的車真的不行啊 那通常呢 有哪裡有問題 除了四個輪子之外呢 最大問題呢 就是這四顆螺絲 行不行 好了 慢慢調整 調整 調整到水平了 車就OK了 好了 那來到這一部呢 搞定 那我們呢 就去下一部了 好嗎 然後呢 我們剛才做完第八了 那就做第九 第十 還有十一了 好 那我們呢 第九了 就開始呢 其實要裝個螺絲 對不起 裝個電磁盒 所以呢 我們首先第一部 要準備了一個電磁盒 還有第二樣東西 我們呢 要準備一塊貼片 那這塊貼片呢 就是十字的 行不行 好了 那怎麼做十字呢 那我們呢 看清楚了 首先呢 我們呢 找回我們的車 那跟著呢 我們就要留意一件事 那個電磁盒 和呢 這個十字呢 不是大家長對長 而是 我們90度對著 那呢 跟著呢 電磁盒呢 就在短的兩邊呢 上顆螺絲 你會見到 反轉呢 就應該是這樣 行不行 應該是呢 那個電磁盒呢 比那個 左的 有沒有問題 好了 那我們呢 現在怎樣上呢 你就會呢 跟著它 就叫我們放兩顆螺絲 就放兩顆M4x8 就是最短的那隻 是不是 好了 你們放的時候呢 要小心點 我們呢 對後面呢 是對正中間的洞 行不行 對正中間的洞 我們呢 就這樣放下去呢 其實呢 是應該放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個位置剛剛好 所以呢 其實是用螺絲批轉進去 我們才行的 這樣呢 就這樣放呢 是放不到的 我們一定要拿著螺絲批 然後手呢 按住後面 一起轉轉轉轉 好 不要上實了 記住喔 因為上實了呢 這裡歪了就動不了了 所以呢 我們上到七成左右 然後呢 我們就再放第二顆下來 好 去到最後的時候了 拎好第一顆 接著呢 拎好之前的那顆 好了 實了 再來一次 好 搞定 我們做第十一步先 那我們呢 剛剛 放上去那個 那個 那個車架 那怎麼放呢 我們呢 就是把車子放在這裡 好了 接著呢 就把 這個 好 對回齊 那你會見到 有條尾仔 有條尾仔 就放在哪呢 就放去 後面 好了 有條尾仔 那我們呢 見到有條尾仔 那我們就把尾仔 就放去 摩打那邊 放在摩打的外面 接著呢 我們現在在這裡 看著了 我們呢 就要上螺絲 那我們就上哪兩顆呢 在這個車架裡面的最外那兩顆 還有呢 這裡的最外兩顆 那就上到車架裡 好了 那我們呢 又是準備四顆螺絲啦 四顆金屬螺絲 看著呢 我們呢 另外呢 就是有一個四顆銀色的 M4螺絲 看不看 那我們呢 怎麼做呢 我們呢 原來不是這樣拎下去的 我們呢 要透過我們的螺絲 然後呢 先用M4螺絲 去上緊它 那你說怎麼做呢 那我們呢 打側輪車 第一步 打側輪車 上了兩顆M4螺絲 接著呢 我們就做一件事 將 銅色的 擂回中 手擂好緊 手擂好緊 然後手擂好緊 好 對面 同樣 轉一個車 好 好了 擂好 consistent 這個四部 先 我們呢 再裝 hilft 好了 上銅膠 CRA rubber 我們呢 記住要用簡性電芯 或者用一些充電 LIP 輕的充電 是什麼來的? 不要緊 優Sir已經準備了簡性電芯給大家 之後老師就會寄給大家 拿功課的時候就會寄給大家 我們上好它們 記住分為正負極 有滴滴的就是正極 這邊平的就是負極 這邊有個彈弓就是負極 所以滑滑滑的平面就放在負極 另一邊有個滴滴就放在正極 好 我們砌完這一部 記住我們對上圖 第十二圖圖就是T字 然後紙去前面 什麼是紙去前面 紙去高身那邊 放它下去 好 放它下去 放完之後幫我做一件事 再上四顆絲毛 這個要用工具幫一幫 扭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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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扭緊一點 還有最後一個 扭緊一點 扭緊一點就已經非常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砌到這一部 下一堂就可以繼續砌 最後兩個SENSOR 哇 今天我們就開始砌好車頂 我們又調好車 四平八穩 我們今天就做到這一部 砌好車 砌好 先看看他有Hardware 那我們下個星期 包括大陸的時候 再介紹一下SENSOR 怎麼用 好啦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 我下午下了 感谢观看